终于到货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黑亮 喜欢潮流的小伙伴一定不会对Palace陌生 这个品牌一直是以价格稳定著成 品质一直是以精湛文明 极少数会有打折行为 因此每年的这仅有的一两次官方清仓活动 都会成为全球潮流人士关注的焦点 今天我就要带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 我在这次Palace清仓记中所抢到的战利品 Palace是一个来自英国的潮流品牌 被誉为英国的Supreme 它的全称是Palace Skateboard 正如你所听到的Skateboard 没错这个品牌的灵魂是滑板 其实要说到这个世界上的滑板文化 和它所衍生出来的街头品牌 美国确实是要占到主导地位的 不过这个来自英国的品牌 把街头滑板和英格兰文化相结合 让我们看到了街头潮牌绅士的一面 如果说美式潮牌粗犷且张扬 那么这个来自英国的英式潮牌 则处处体现了精致和内涵 之前我也有买过不少Palace的衣服 设计这一块不用多说 我既然都买回来了 一定是我自己喜欢的 我主要是想说说它们的做工和品质 在这方面到目前为止 确实没有任何一件单品让我失望过 可以说这个品牌的整体品控 做的算是相当相当好了 我这次也抢到了不少好货 首先下午就到了这三款帽子和三件衣服 现在是洛杉矶时间早上的5点30分 为了视频的新鲜度我也是拼了 你们一定要给我点赞哦 第一件就是这款在全战打架商品中最火爆的 P-2B短款派克大衣 Parka原本是瘦皮的意思 最初是由SG某人发明的 以一种巡鹿或者是海豹皮制作的大衣 那么帽子上有一圈毛边和这种斜叉口袋的设计 是洛杉矶的主要特征 这件短款的洛杉矶整体上保留了洛杉矶 原有的轻松和休闲感 再结合夹克的版型和宽大的胸围 还有乌蓝色的这种面料的设计 又为这件衣服增加了一份美式复古的气息 里面可以穿毛衣 卫衣 甚至于T恤 非常非常好搭 这次我定到了两个颜色 蓝色和九红色 这件蓝色先倒了 那九红色我还没有看到实物 不过目前来看这件乌蓝色 真的是太耐看了 我已经喜欢的不得了了 非常非常满意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面料 这件衣服它采用了质感非常好的这种尼容材质 摸上去整体的密度非常非常的高 看上去会反射出一种幽幽的光线 两个字 高级 整体面料因为密度高 所以给人感觉很扎实的感觉 并且在袖子的反面 还有帽子的反面 包括背后都有拼接这种相同材质 但是是十字纹编织纹理的面料 所以看上去又有一种尘世机能的感觉 太香 太香 那反面的logo呢 它的作风也是做到了天衣无缝无可挑剔的效果 紧密的刺绣和工整的走线 几乎可以用完美来形容 而内里呢 则是采用了另一种质感的尼龙材质 很软 很薄 摸上去滑滑的轻浮感爆棚 它的内部还做了这种Palis logo的暗纹印花 真的是满满的细节 绝对的赞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口袋的设计 哇哦 没有一丝杂线的存在 perfect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填充物 这个是一个亮点 这款啊 采用了STAM公司最新的 Thin-Sue-Lay技术 它完美的模仿了羽绒的质地 提供同等羽绒服 500-650蓬充度的一个保暖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 它几乎做到了跟羽绒服一样的回弹速度 这是因为它在内部成功模仿了羽绒的天然形态 才可以做到的 真的可以说是环保又温暖 这件夹克 我入手的价格是200多美金 目前呢 绿叉最新的成交价格已经到了450美金了 这件衣服我可以给到9.5分的高分 不知道你们喜欢还是不喜欢 OK 第二件呢 就是这件 冲浪夹克 我很喜欢冲浪运动 只是自己一直没有机会去尝试 所以这次买了这件夹克 也算是从另一个层面聊了一下我这个心愿吧 不过这件夹克在我收到手之后啊 跟想象是不一样的 这件需要先聊面料了啊 因为它关系到后面的上升版型的一个效果 官方的写标说明呢 上面写的这个面料为锯脂纤维面料 但是执法上摸上去有一种棉麻的粗糙感 这种就给人感觉非常非常复古和原始 你不能用好或坏来形容它 只能说它是想用面料去表达这种风格 那么它的领料呢也是一样 虽然采用了全棉的材质 但是摸上去啊 还是有一种硬邦邦的原始触感 我始终在想啊 这件在经过实际穿着 做完多次水洗之后 应该会有另一种不一样的质感表现 这只能等以后再聊了 那另外呢 这件夹克并没有做任何的印花设计 你所看到的元素都是用刺绣的工艺来表现的 而且做工呢也几乎找不到任何这种有瑕疵的地方 非常非常的工整 密度也非常的高 而这件的版型呢 插肩袖的设计 进一步体现了这款夹克的休闲定位 我对插肩袖的热爱啊 就像我对细节的执着一样 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宽大的胸围提供了oversize的穿着体验 结合这个硬挺的面料 可以体现出一种扩形感 完美的修饰掉你身材的不足之处 这就是这种特殊制法的面料 所能给你带来的上升的一种效果 这里补充一下啊 这两款衣服的螺纹口 都是给人一种皮实耐操的感觉 那这件冲浪夹克呢 我可以给到8.8分 意外中带点惊喜和期待吧 第三件呢 是这款丹宁夹克 这件夹克很特别 牛仔面料外面还加了羊羔绒的复合设计 不过主要还是因为便宜 100美金出头的价格 能买到P家的这么一款厚外套 我觉得怎么也都算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了 那这件 丹宁夹克呢 采用了一个标准的深牛仔蓝色 比较好搭配衣服 姜黄色的这种明线设计 也是属于那种经典中的经典配色了 做工啊 对于牛仔服来说呢 它是中规中矩 看不出任何毛病 这件衣服啊 我试穿之后啊 发现版型很正 但是有点小了 可能是我更加偏爱这种宽松版型所导致的 不过这件我在买的时候啊 就已经考虑到过了 可惜当时插肴 当时就断货了 已经买不到了 所以我就选了戴奥马 第四件战利品啊 就是这款登心绒面料的鱼肤帽 鱼肤帽是我个人最难驾驭的单品之一 所以我几乎没有任何一顶自己满意的 这次这个圆顶鱼肤帽呢 我还真的是比较期待 它有着撞色而工整的走线 优质的登心绒触感 和立体的logo设计 似乎就差上涂的效果了 鱼肤帽是我始终不敢乱尝试的单品 有人说是因为我没有头发 所以导致不好驾驭 不知道镜头前的你能否给我指条明目 让我找到原因 第五款和第六款就一起说了吧 这两款我之前就一直想入 只是样式没有到我愿意花原价去购买的地步 不过这次六折了 再不入的话恐怕就会有遗憾了 这两款棒球帽呢 主要都是采用了以黑色为主体的设计 并且结合了灰色的刺绣和拼接的工艺 帽颜的反面都采用了这种 这几年超级火爆的这个深绿色的设计 做工一流 材质和质感也是无可挑剔 光拿在手里面就有一种非常有形的感觉了 实在的效果呢 我也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棒球帽这种可调节的设计和摆搭的帽形 是我觉得它很被大众接受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怎么挑人 而且啊 正带 反带 都能体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质 所以从类目上来说 绝对算得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单品 我已经买过无数顶了 OK 一口气分享了这么多 我真的感谢你们可以耐心的看到现在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赞留言转发 多提宝贵意见 我是黑亮 我们下期见